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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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老汤啊 今天又到了一期完全没有水分的视频了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5月份要买的三只股票啊 这些股票呢 都是完全可以抵挡我们可能会发生的经济危机 或者经济衰退 哪怕牛市 他们也是无人可挡的 当然了 最近大盘反弹了很多 大家都应该发现了 因为价格有那么点贵的原因 大家一定要看完视频后 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冲进去就买啊 还是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和一个合适的价格 当然了以下都是我个人看法 大家得独立思考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大家看到这个封面有个大坦克的时候 应该有点感觉了 对不对 没错 第一只股票 我推荐的就是一只军事股票 当然了 这个频道不是讲军事或政治的 因为扯到军事啊 所以会有很多敏感思 所以呢 这个视频为注意用词啊 最近如果有关注军事新闻的朋友们呢 可能已经发现了某些国家 在军事上呢 有一些布局 和有一些蠢蠢欲动 各国开始有自己的小动作啊 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同时最近有些国家加大了国防预算 也同时下巨单购买军事科技啊 军政上的异样 配合最近的2020的黑天鹅 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危险警告 我们要必须密切的关注这一切 因为过去的战争都是可以拯救经济的 当然我是希望世界和平啊 要干架对水都不好 特别是我们这种老百姓 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了预防突发情况的发生而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这次军事股票不管会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天下太平 它的走势依旧能够和科技股的巨头们去pk的 是一只现阶段双赢的股票 它就是洛克希德公司的Lockhead的代号LMT 虽然我以前在军事股票里讲到这只股票 但是因为最近军事上的异样和一些变化 我今天真的要重新的强调一下LMT 和同时推荐给大家 同时也给大家更新一下LMT的最新情况 而且这只股票是我目前为止 我觉得是对接下来的布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只股票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LMT啊到底是做什么的 LMT呢是一家航空工业公司 也是负责制造我们比较熟悉的战斗机啊 比如F16 F21 F35啊等等了 不过啊其实不只是战斗机 连海军国防网络安全感应器武器系统导弹电子作战 新能源训练太空等等等等 基本上跟打架和科技扯上关系的东西呢 他们都有一腿 完全是一家全能的军工 就当凭航空业就这样的市场的29%啊 和波音的30%呢是有的一比的 说到市场这样比 我们不能不说下LMT4月21号发布的2020第一季度的财报 从最新的财报结果我们看到 不管是美股收益还是收入都是超过分析师给出的预期的 他们呢收入高达了156亿啊 然后呢美股收益呢高达了6.08 那很明显是一支双赢的财报 不只是这一次他们过去一年里 他们基本上都是超过预期的 而尽管被疫情影响啊 他们下一季度的预期呢并没有过多下调啊 基本上都是持平或者微下调 可见疫情不太影响国防预算 反而今天周四美军向LMT啊下了一个高达60亿的巨单啊 当然啊 当然凭这些数字呢 这些多少个亿啊 大家肯定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对比啊 没错啊 就是把它百分比化 同时跟同行去做比较 这一季度的LMT的航空销量跟去年去比呢 是增长了百分之十四啊 导弹与火控呢 销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四啊 太空业同时也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五啊 旋转与任务呢 基本持平 所以我们能看到啊 这些销量的成长都是两位数的 对于一个成熟的公司来说 两位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LMT跟他竞争对手比呢 也不甘示弱啊 跟竞争对手比 LMT的2020第一季度的收入 是要比同行的竞争对手的平均 要高出9.14个百分比 同时他们的净利率啊 是要比同行啊 就是他竞争对手高出百分之十一的 所以LMT是完全是军事股票里面的领头羊 给他军事借着苹果的称号啊 都不夸张 LMT的Forward PE呢 只有16啊 这个数字越小越好 16跟市场很多股票比呢 已经算很便宜的了 这么低的PE呢 其实因为他们成长呢 在未来的每一个季度只有一位数 并且每个季度都在下滑 毕竟是个成熟老公司 那他们肯定不能像Facebook啊 或者Netflix 这种高成长公司一样的发飙嘛 所以市场对他们期待呢 并不高 也就是为什么PE不高的原因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单纯看PE的高低 去直接判断一个股票的性价比 不过虽然成长不高 但这只股票的股价呢 却不这么认为啊 我们看到呢 LMT的股票走势是非常可怕的 不比一般的难筹或者科技股逊色 大家肯定感到疑惑了对吧 为什么一直不怎么是成长股的股票 会有如此厉害的走势呢 原因有几个 第一他们主要客户是国家 国家是地球上最强的靠商啊 也是他的背景 导致了市场对LMT充满信心 第二他们年年都有来自国家的巨单啊 今年也不例外 70%收入呢都是来自于政府的 所以是个铁饭网 第三呢 从他们的收入报表能看到 LMT是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惊吓 一个股票如果收入不稳定 他们的股票走势也会不稳定 造成很大的波动 所以股价平稳上升 也代表着不仅收入良好 同时也说明着有着优良的管理层 有一个好的earnings management 也就是盈余管理啊 而管理层是大家分析股票一定要了解的部分 因为一个车再好再快 但司机不行呢也没用 资产负代表呢 方面肯定是没有像Facebook啊 谷歌这些好的 但是呢也能称得上合格 不过呢 这一点我不会要求太苛刻 毕竟他们的背后的靠商呢 不是一个小财团 要是有什么事啊 国家第一个就的肯定是军业公司的 当然了 现在股价呢380多肯定是偏贵的 但现在有什么股票不贵呢 对不对 不过我现在确实不是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但是啊5月才刚开始 如果未来大房给机会的话 ROMT啊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毕竟最近军事上的动荡 大家可是有眼可见的 ROMT这个股票我现在是持有的 但是不多 是我之前拍完视频后下跌买的 当时我已经准备好继续补充的准备了 不过呢股价随后一直一路上涨啊 也是很可惜的 ROMT呢我们就先到这了 接下来这只股票呢 是为了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经济拽退 而且做准备的 如果经济衰退发生了 这股票呢可能不会怎么跌 反而很大可能会持续上升 如果经济衰退没有发生 那这只股票在牛市一样会新高 是一只可以穿越熊牛的神奇股票 他看到封面大家已经猜到了是什么了 对不对 没错啊他就是我们的麦当劳 那各位朋友们呢可能都多多少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麦当劳卖的其实不是汉堡 而是做房地产 大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觉得 哎B个很高 那这确实呢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并不是完全大家想的那样 的确他们很大收入来自于房地产 但同时汉堡也是他们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麦当劳是做房地产的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麦当劳自己开的店呢只有15% 而剩下的85%呢都是加盟店 而且麦当劳的目标是让加盟店的比例提升到95%啊 然后自己的店呢只留5%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多加盟店呢 因为加盟店对他们来说啊比自己开店要更赚钱啊 他们从加盟店里怎么赚钱呢 答案很简单 靠的就是开店的时候呢给麦当劳45000块 作为一次性的加盟费 然后每个月呢从收入里面扣取4%给麦当劳总部 然后收取加盟店一个固定的租金 或者按照收入的百分比啊来给啊 平均是10%左右啊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水电网费呢 那肯定就使得加盟店自己出了 那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呢 为什么要靠收取加盟店的4%和租金 而不是自己去开店呢 那因为是成本的问题啊 麦当劳呢自己开店只能保住16%的利润 而加盟店给的利润他们能够保住82%啊 所以哪个划算那肯定是加盟店啊对不对 以为这些完了没有啊 除了加盟店啊麦当劳捞油水的地方呢 是这些麦当劳旁边的商店的铺租啊 理论很简单啊 就是麦当劳买下一块地皮 然后靠自己本身的麦当劳去带外这一片区域 然后整块地皮的租金呢都会涨价 然后给麦当劳带来丰厚的利润 所以以上的解释呢都很符合刚刚开头的那句话 但是啊如果汉堡真的不行 赚不到钱那谁又会去加盟呢 麦当劳加盟店一年平均的利润是15万 当然20%以上左右的收入呢都充公给了麦当劳 所以不是汉堡不赚钱啊 只是赚到钱呢要么给了麦当劳 要么加盟店拿去付成本呢 换句话加盟店被总部炸干了 所以最后的收益者呢是麦当劳 那了解完麦当劳的营业模式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麦当劳的基本面和为什么 我觉得麦当劳是一家为经济衰退而准备的公司 首先我们能看到麦当劳走势呢一直都是很强势的 基本上跟成长股市一样这么猛啊 但这不是我们要在乎的重点 我们要在乎的重点呢是2008年的时候 也就是次贷危机 我们能看到啊08年的时候呢 当大盘从高点跌超过50%的时候 麦当劳不仅没跌还一路猛涨呢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肯定会觉得说 哎是不是因为经济衰退的时候呢 大家都吃不起贵的了 所以只能吃麦当劳呢 其实这个是很正确的 但是啊不止啊 麦当劳当年呢上涨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次贷危机后 很多地产都跌成白菜价 而麦当劳就利用了这一次的次贷危机啊 大量抄底地产 所以麦当劳的成功是离不开房地产的投资 不过啊回到最传统的答案 那就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呢 大家都没有钱吃贵的餐厅 所以像麦当劳这种快餐业呢 反而生意更旺了 但是但是问题来了 这一次可能会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 不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崩溃啊 而是因为疫情啊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恐慌去外面吃的话 那麦当劳也一样会没生意啊对不对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啊从麦当劳最新的财报 我们能看到麦当劳的收益 在第一季度是减少了17%的 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啊 因为第一季度疫情的原因 很多麦当劳的店呢都关门了 特别在亚洲 反而在美国近期麦当劳的生意呢 是慢慢变好的了 哎为什么呢 因为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比如中国人会觉得保命最重要 这是为什么中国虽然复工了 但是餐饮行业还是如此清淡 但老外不一样了 一直不让他们出门 就像让他们命一样的 所以啊报复性消费只会发生在西方国家 而且老外很多都不会做饭 所以他们只能出去吃了 如果经济不好 他们也只能吃便宜的快餐 而我们从麦当劳财报里的数据啊 能完全证实这一点 当大家在为中国的餐饮消费低迷而感到担心时 我们先看一下麦当劳的收入都来自于什么地区 这张图呢我们看到美国占的麦当劳总收入的31% 欧洲占的40% 亚太区中东和非洲市场一共只占了23% 剩下5%呢是其他 亚中非这三个里面呢 23%里面是包含了中国和日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的麦当劳市场呢是欧美 单凭欧美就已经上了70%了 所以只要欧美的消费者敢去消费和节约吃快餐 麦当劳的生意再怎么样也不会太差 更何况现在美国准备复工 而老外对疫情的恐慌也在慢慢的减退 但是为了客观的分析 我们先讲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况啊 那就是经济衰退 然后疫情的恐慌导致大家都不敢去实体店吃饭了 那这时候麦当劳怎么办呢 其实美国的快餐店跟亚洲的快餐店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drive through 也就是客户自己开车去点餐 全程不需要下车 而数据告诉我们呢 疫情之前70%的美国麦当劳的收入都来自于drive through 所以啊这也是美国人的一个习惯了 疫情在欧美对麦当劳的影响肯定是有限的 特别是美国麦当劳为了应对这次的疫情呢 他们加厉的推荐了他们的外卖服务 所以其实在北美去实体店吃汉堡的人呢 平时真的不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进啊 复工慢慢实施 哪怕经济衰退老外变穷 也不会因为疫情而不敢吃麦当劳 毕竟麦当劳是预算比较低的选择 所以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盛事 麦当劳从饮食跟地产 他们的营业模式都是能够在经济不同阶段 存活和盈利 当然了 现在的麦当劳呢 已经从3月份的120多反弹到了180多 而且30的Forward PE啊 其实是挺贵的 贵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市场对麦当劳的期待是非常高 所以啊 这是为什么这股票能从120直接反弹到了190块 股价强势也是市场对他的认同 但我个人觉得啊 对麦当劳来说 30的Forward PE呢 始终还是有点高 所以如果我要买 我会等一个更合适的价格 如果大家对餐饮和房地产有兴趣的 那麦当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完我分析完麦当劳后 大家是不是发现 我分析麦当劳跟分析上一根LMT 有着很不一样的风格 上一个呢都是数据分析 而这一次呢都是用逻辑分析 其实我是特意的 因为我想要大家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分析股票 不能只看数字和图 逻辑和感性 也是投资里面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因为市场是人说了算 今天我要推荐的最后一只股票 它就是一只分红股 因为我发现有些靠我视频们 对分红股很感兴趣 而且在长熊的时候 分红股可以靠吃分红 帮助大家熬过熊市 那讲到分红股啊 大家千万不要看到哪个股票分红高 就直接买入啊 因为经济衰退的时候 如果一个公司混得不好 不管之前是6%还是8%的分红 他们随时都可以取消掉的 加年华就是很好的例子啊 说取消就取消 所以我们现在选分红股 一定要选安全的 稳定的 和没有黑历史的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呢 它就是吃麦当劳 一定要配的 可口可乐 代号KO 为什么我觉得可口可乐的安全指数 是顶尖的分红股呢 因为可口可乐在过去的57年里面 从来没有减少过分红 而今年就是那第57年 大家可以想一下 57年里面有发生了多少是经济危机 至少08年的次贷危机是其中一个了 对不对 别说取消了 在57年里面 可乐都没有因为这些危机而减少过分红 而且他们分红的payout ratio 也就是公司赚到利润里面 当做分红分给股东的比例 而KO的payout ratio 不管用什么方式计算 都是66到88%的 所以他们大部分的利润 都来来给股东做奖励了 而这也是为什么KO能一直保持3%以上的分红 暂时的分红一年也有3.6% 高分红和payout ratio也直接证实了 其实可乐并没有太多成长的 所以买它不要指望股价有太高的升值 主要是要考吃分红 但是未来股价回到60块 我觉得是没太大问题 至于能不能长期守住60块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这种对于吃分红的方法 对付长熊是非常管用的 虽然可能性很小 但是如果股市出现了长熊 那很多股票股价都不会太好的表现 所以这时候可乐像这种的分红股 会给投资人不错的回报 带领大家熬过熊市 可乐能做到57年从来不减分红的原因了 因为不管是从资产负债表还是收入 可乐一直都是非常稳定和非常漂亮的 虽然成长不高 收入在疫情之前可是每年都在增长的 虽然经济衰退活动消费就会降低 从而导致可乐的收入降低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个人消费者来说 喜欢喝可乐的人不管再穷 他还是会喝可乐的 甚至把饮料当水喝的人还是很多的 为什么我刚刚用的字是饮料 而不是可乐呢 因为其实我们身边很多饮料 其实都是可乐旗下的 比如雪碧果汁啊 这些牌子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还有茶咖啡啊 能量饮料 维他命水 甚至普通的水啊 比如smart water 全都是可乐的 等等等等 特别多 这个视频都翻不下了 都是可乐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可乐只卖可乐 所以只要有人一天需要喝液体 就会喝到可乐旗下的产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分红谷里面我会首推可乐 因为现在不像牛市的时候了 未来的不确定性真的很多 会不会经济衰退不是你和我说了算的 所以预测经济危机不如直接为他做准备 而可乐是我唯一一个相信等我退休那年 他还会在的股票 因为最近我们身边的疫情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 而我以上推荐的三只股票 都是为了这些不确定性的最糟情况而做准备 好这次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这些朋友请点一下订阅点个赞和分享 如果顺手点到小铃铛那就更棒了 这样以后新视频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那如果对其他军事股票或者上几个月推荐的股票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一下这些框框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